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说的还不错 也难免会让另外一票人痛恨 而在油管上像我这样 几乎招致所有的群体痛恨的人 我相信是不多的 我今天讲的这期节目呢 谈的是就是我得罪的另外一票人 这一票人他们被称之为叫民族发明学 我得跟他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的看法和他们如此不同 因为他们特别迷信 阿姨告诉他们的民族是发明出来的 民族是发明出来的嘛 不是的 是演化出来的 而且呢 此处一般说民族是不严谨的 更多的我们应该说叫国族 美国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民族的概念 它的内心可以 内心可以是国家 也可以是民族 可以翻译这么翻译 但是我觉得准确的翻译应该叫国族 它是一个国家的民族 主流民族或者说它不是依据于种族存在的 你不论是哪个血统的 你从哪个地方来没关系 你认同这套理念 你认同这个国家 你认同这的宪法 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一员 所以他称之为国族 这两天有一个专门靠移民生意的那个小混混 是加利福利亚的 突然开始自己恰例子身份的认同 其实此处的恰例子是一种种族 它不是民族 美国也没有民族的概念 你如果你要认识美国 都搞不清楚国族是什么东西 那你我觉得你真的其实挺傻缺的 那么在来自这个英美自由传统的 或者说这一套传统的安排呢 它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观念 它不是基于血统 不是基于种族的 而是基于国族的 世界上最早的这种成熟的国族国家 当然就是大英帝国了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比大英帝国稍微晚一点的 那就是美国 我讲了很多期关于这个美利坚 他的民族的自我身份 身份认同 就为什么这么一片土地上的人 他本来他就是英国人 他突然就变成了说 我是认同我自己是美洲人 这个事情他是怎么发生的 我说了很多期 但关键时刻是因为革命 最后所促成的他们这一个彻底的转变 但是你不能 但是如果在革命的时候 你这块土地上的人 没有真正做到一种心理上的认同 就是说我在心理上 已经接受了这种 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 那么突然你说 你从今以后你们不做英国人了 你不是英国人 你是美国人 那对于当时美国人来说 这个是非常荒唐的 至少这是不现实的 也就是说 当一种革命性的变革 它发生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经历过了 漫长的人们的心理的准备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常讲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人们当人们被自愿 被接受统治的时候 他自愿所接受的那个部分 那些法治习俗 他是非常熟悉的 至少是如此吧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 叫有意的忽视 他所导致的这个美国人的身份认同 你要是研究美国的历史呢 你就会发现在漫长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 就是殖民地的历史当中 他宗主国似乎是消失了 宗主国对白美大陆的13个殖民地 似乎是漠不关心 可有可无 但是呢 恰恰是这种漠不关心 使得殖民地像一粒芥菜种子一样 最终成长为一个现代成熟的政治国家 或者说美国革命的成功 就离不开这样的一个漫长的 这种国族心理和法律自治等等 他的这种发育和成熟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了 这种漠不关心是大英帝国 对北美13个殖民地真的不关心吗 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一种政治安排 我们通常称之为叫有益的忽视 有益的忽视 意是就是益处的益 就是说 大英帝国不关心你 那是对你好 对你是有益处的 有益的忽视的 它的定义是指的是一项非官方的政策 根据这个政策呢 英国政府和海关人员 对这个白美殖民地 就不再严格的去执行一些贸易法 海洋法和政府监管 也就是说 美洲大陆被大英帝国忽视了 但是这种忽视是对你有益的 通常呢 这个政治学者呢 是把有益的忽视 所涵盖的这个时间 大体范围 划定在1651年 至1764年 但是呢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 实际上从 从那个 大英帝国的人在詹姆斯敦登陆 和在和五月花号人在那个 马萨出塞登陆 实际上就是 大英帝国对他们的就不是特别的关心 因为确实是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因素 所以但是作为一项政策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 实际上大英帝国的政策 这个政策呢 应该大体可以说是从 是从1651年开始 它是一种 英国政府的一种特特殊的安排吧 有一的忽视呢 它是大英帝国呢 它为了这个鼓励殖民地的法治 采取了一项不成文的这种政策 这个政策呢 从1651年开始呢 就允许这个美洲殖民地的商人 违反这一年的 所出台的这叫航运法 就自己 就是你们这些美洲人 你们爱跟谁做生意做生意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不受这个航运法的管辖 就使得这个殖民地的商人的 蓬勃发展 也让这个英国商人呢 也就同时呢 也让英国的这个经济呢 受益 这个政策呢 它实质上呢 它鼓励这个 就是它的坏处是鼓励殖民地人 搞走私 因为这种 这种法律一旦不监管的 有时候 人性有时候就能够充分的暴露出来 所以 当这个 美英国政府想扭转这个 走私比较普遍的这个 这个事情 那就最终就触发了这个 更多的骚乱和暴力 最终引发的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战争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那个像美国国父呢 马萨诸塞的几个造反王 什么汉考克呀 这个汉密尔亚当斯啊 这些人 所谓的自由之子 其实他们大多都是参加过 长期的走私 而且就靠这个发财的 那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航运法 它是个什么东西 1651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航运法案 航海法案 它的目的呢 实际上是要和当时的这个海上的霸主 就是被称为叫海上马车夫的荷兰 跟他争霸 这个法案呢 是通过限制英国殖民地的贸易 和减少对外净出口商品的依赖 来促进大英帝国的自给自足 他要求英格兰与殖民地之间 所有的贸易均需使用船只来进行 英国船只来进行 就是你 就是说大英帝国内部的 就是他跟他说 他不是日不落地国吗 到处都有殖民地 他跟他的殖民地的来往 必须是只能使用英国船只 使用其他船只是不行的 所以那你像荷兰 他主要就是靠海上贸易和运输来发财 那这就等于是 是吧 断了荷兰人的深入 那这个法案呢 那你断了荷兰人深入 他的后果是什么 就发生了1652年的英河战争 到了1660年的时候呢 大英帝国呢就再次修改了这个航海法 又延续了1651年的政策 不但延续了这个政策 还做了更多的这个补充 他还列举了一些特殊的商品 比如糖 烟草 棉花 羊毛 定兰和深姜等等 这些东西商品只能够运往英格兰和英国的一个神 那你要按照这个法案来讲的话 那美国人是不是他的所有的商品只允许运到英格兰 并且使用英格兰的这个船只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友谊的忽视 友谊的忽视意思就是说 北美大陆你们随便 其他地方是要严格执法的 这个地方 法律这个天高皇帝远 你们看着办 友谊的忽视 就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学词汇 他来自于保守派的鼻祖 也是1775年那个时候的 我们纽约州驻英国国会的代理人 他叫埃德蒙伯克 他在1775年的3月22日 向那个英国下医院发表一个一场演讲 他这个演在这个演讲当中呢 他把过去一百多年对殖民地的政策做出来了这么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就叫友谊的忽视 友谊的忽视里面呢 他有一个词叫Cellutory 他的意思是友谊的 通常是指 但是这种友谊的 他就是友谊无害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友谊无害这个词呢 通常他是又指的是不愉快 或者是不受欢迎的事情 所以那个英语啊 真的是语意非常的复杂 友谊的忽视的政策呢 对大英帝国是有好处的 虽然他允许北美殖民地 不用遵守贸易法 特别是这个这种航海法 但是呢 他也鼓励殖民地人对国王和议会效忠 这使得呢 英国的官员能够集中精力去处理欧洲事务 避免这个加大业大的三千里以外的殖民地 被他们打扰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 这种安排呢 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英国当时距离北美殖民地是三千英里 这让呢 那个英国 他的国会 国王 政府去通过去一些政治军事和一些法律安排来处理殖民地事务 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这个问题呢 我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强调过非常多的 就是就是你谈到那个世界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 这个地理概念就是他们漫长的这种距离 而且在那个年代的这种海上运输是非常的不容易 等我谈长老战争的时候 可能就会要讲一下就是当时的战争的那个特殊性 比方说这个海上运输的高死亡率 是吧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那个时代的概念 因为那个时候呢 英国的军队他只是偶尔被派往北美 但是英国呢 并没有常备军来应对北美的殖民地的骚乱 那么法国和这个北美之间的殖民地呢 和印第安的部落呢 他是经常冲突的 向殖民地派遣军军队 由于是成本高昂 有意的忽视呢 就给了殖民地 按照自己他们合适的方式进行自我统治 反正这个你们这地方也没有军队 你们自己看着办呗 是吧 但是这就造成了这个殖民地人 他们所奋行的那种来自英国的自由传统 就是国王不得驻扎常备军 这个后来就成了这个独立宣言当中所写的那一条 也是美国革命的理由之一吧 但是呢 不驻扎军队对于大英帝国来说 它也是更划算的事情 因为驻军确实是很费钱的 那由于这个殖民地 它缺乏海关官员和常备军 导致这个法律在这个地方是难以执行的 而且你这么做的话呢 如果你要真是严格执法的 它往往又会激怒这些殖民者 所以有意的忽视呢 它能够缓解殖民地和这个大英帝国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也有利于殖民地人呢 和大英帝国 在他们的这种繁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 能够维持一种和平 所以有意的忽视呢 在美洲殖民地的成长和发展中 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北美的人有足够的时间 在没有被国王打扰的情况下 各个社区实现自治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最终就形成了美国这样一种特殊的这种社会模式 有意的忽视 它涉及到这样一个十个历史事实 第一 有意的忽视是英国首相罗伯特沃特尔 所制定的一项非正式的政策 第二呢 该政策旨在放松17世纪和18世纪 美洲殖民地贸易和相关管制的执行 第三 有意的忽视 使英国专注于欧洲的战争和政治 第四 埃德蒙伯克在1775年使用明智而有意的忽视一词 来描述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成功 第五 有意的忽视导致美洲殖民地于英国及英国以外的国家 能够进行自由贸易 促进了这个北美的这个经济上的繁荣 第六 非英国贸易 它所产生的财富 又被投资于英国 使得英国的制造业也是受益的 第七 该政策使得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上独立于英国运作 第八 自由和自治逐渐就养成了殖民地人的这种 美国身份认同 也从而使得这个殖民地人和英国之间的那种纽带 实际上是在这种情感纽带实际上变得松弛 西安的陈宏国老师也提到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当时的这个殖民地人到了大英帝国 就觉得自己土都不行 那个时代的有一个歧视念 那个歧视念就是北美洲的南方人是瞧不起北方人 然后英国人又瞧不起这个殖民地的南方人 所以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就导致这个 就是北美殖民地的人和英国人 就是越走越远 有这样的一个因素 这就好比就是说这个 在中国今天实际上各个地方的人 对这个上海人和这个北京人 他们内心当中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 这也是有原因的 第九 有意的忽视 它的是在乔治格伦威尔首相时期结束的 原因是因为当时和法国发生了七年战争 这个七年战争之后呢 因为各种原因 待会我说什么原因吧 就是说他不得不在北美要驻扎一支军队 再加上七年战争的造成了这个巨额的国债 所以呢 不得不想办法搞钱 所以他们就打起来殖民地的主意 那时候的殖民地的对国王的这种税收的负担是非常轻的 大概只有好像大概只有这个英国国民所负担的这种这种就是北美其那个他们的七年战争债务的国债的就是债务的五十分之一吧 所以所以这个独立宣言对大英帝国指责 都说对北美成真抱脸 这是不成立的 没这回事 实际上北美的税收一直是很低很低的 第十 有意的忽视为殖民地它的不满堆积了足够多的革命火种 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演化式的殖民地人最终以一种革命的方式选择和大英帝国结束关系 有意的忽视他在1764年英国通过这个唐法就是唐叶贸易法吧 就这样的一个法律为止 就是说到这个时期有意的忽视终止了 因为此时的这个是吧 非常有作为的这个国王乔治三世 想要试着试着这个北美的这帮不听话的民众 于是呢这个革命就爆发了 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唐法 什么是唐法 唐法呢 它的正式称呼叫美国税收法 叫美洲税收法 就是如何针对美洲收税的 1764年4月5日 它是由大英帝国议会通过的法律 这个法律的目标呢 是能弥补就是七年战争当中所造成的巨额的亏空 试图以此增加英国的收入 以支付北美这个常备军的部分费用 英国人还是非常幸运 七年战争的很直接后果是北美发生革命 美洲从英国独立出去了 但是呢没有更加一步 更加剧这个大英帝国的这个危机 但是法国人就很不幸了 法国人后来这种危机的堆积 以至于最终发生了这个法国大革命 对于英国的传统来讲 你驻扎常卫军 这就 这就很麻烦 因为这个 就是 就此处讲究为什么要驻扎常卫军 就是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英国人明知道在北美洲 13个殖民地驻扎常卫军既不核算 也会伤害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的感情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就 这还是从刚才我讲的这个七年战争说起 因为七年战争以后呢 法国呢 将他在北美那些就是打仗打输了的 那大部分领土就割让给了当时的英国 但是没多久呢 这个这些被割让的土地上发生了 叫庞蒂亚克他领导的这个土著部落 这样的一个造反 那这个造反呢 就对英国的在殖民地西部的那些 英国的堡垒和定居点 就被庞蒂亚克人给清洗了 和遭到袭击 那么为了维护英国和土著部落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和平呢 乔治三世就颁布了1763年的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呢 就是要求这个北美13个殖民地 就禁止你们翻越过阿巴拉切尔山 在这个山脉以西的土地上 不允许你们过去居住 大概就是像今天的什么 印第安那啊 俄亥俄啊 像那些地方是吧 在那个年代是不允许他们过去的 那么为了执行国王这样的一个法律 那大英帝国就不得不 在这样的一些地方维持着一支常备军 因为你没有常备军的话 你想让13个殖民地不越过阿巴拉切尔山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是一片是吧山高皇帝远的土地 那么你养这样一支常备军呢 你就需要钱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 这是英国最终通过了唐法 也就是说美洲贸易法 但是很遗憾 你想对殖民地人 真税那这是个烂招 因为这个地方的人 他已经是这样 是自由的生活了一百多年了 你突然来告诉他 你们必须直接向国王缴税 这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个美洲贸易法终结了有意的忽视 这么一个政策 也揭开了美国革命和独立战争的这么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雄辩的波士顿的律师 约翰亚当斯的老板 当时的老板叫詹姆斯奥迪斯 他喊出了影响世界至今的这么一句辩护词 叫没有代表的税收 就是暴政 而埃德蒙伯克呢 在1775年3月22日下医院的演讲 猛烈的抨击英国对美洲当时的这个政策 他认为明智而有意的忽视 对于美洲殖民地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 他希望议会废除许多向殖民地征税的这些法律 并采取有效的措施 修复国王和殖民地之间的这种关系 但是伯克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大约一个月以后 也就是4月19日 英国国王的军队在列克辛顿和康克德 已经向殖民地开火了 民兵开火 而马萨诸塞人呢 也进行了有效的回应 并且把这个国王的军队围困在了波士顿 你要是从当时的通讯条件来看的话 就是埃德蒙伯克在这个议会 他的这个讲话呀 实际上还没有传到殖民地的时候 美国的革命就已经打响了 好了 今天关于有意的忽视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民主兰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